好啊 那么咱们今天就来研究一下这个单点登录系统 那什么是单点登录系统呢 看一下啊 什么是单点登录系统 单点登录系统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专属名词叫SSO 听说过这个 没有是吧 SSO SSO就叫单点登录系统 我们看一下 不是SOS了 SSO叫Single三样是吧 单点登录 你就是说你在一点登录之后 在其他系统就不需要你再登录 这是 SSO是在多个应用系统中 用户只需要登录一次 就可以访问相互信任的应用系统 就比如说你在淘宝登录了 你在访问到支付宝 你要调整到支付宝那个网站上 是不是就不需要你再登录了 这就是 他们之间是都是 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公司开发的系统 是吧 他们之间是相互信任的 所以你在这登录了 在其他系统你就不需要登录了 如果你再挑战到 他说人人网 这是不是还需要你再次登录 因为他这个是根本就不是一家伙 是吧 那么他包括 包括可以将这个 这次主要的登录 应用到其他应用中的 不同一个用户的登录机制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他也是目前比较流行的企业业务 整合的解决方案之一 简单了解一下 这就是SSO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单点登录系统 单点登录系统 这个里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为什么要有单点登录系统呢 来我们来研究一下 为什么要有单点登录系统 那么要研究这个 我们就得看一下 我们最传统的登录 是什么方式 是吧 传统 这个登录 我相信你们已经做过不少了吧 是吧 一般你们刚刚开始学写代码的时候 是吧 那写个条例子吧 来个登录吧 是吧 基本上一般不都是这样吗 是吧 然后写做个页面 然后写个 扔两个文本框 是吧 用户名密码 然后输进去 一点登录 是不是后台接收 成功了 是不是这个过程 那么好 这个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过程 是吧 我们一个传统的web项目 一般都是这个过程 是吧 我们现在先是有一个用户登录界面 是吧 然后我们点击提交 会把这个用户名密码提交的后台 是吧 提交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提交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啊 来对用户名密码进行教验 是吧 教验这个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教验成功了之后呢 教验成功是怎么样 教验成功 应该是画一个零形了 是吧 没错啊 如果是教验成功 教验用户名密码 这是这个 教验用户名和密码 教验成功了 这里边有个分支是吧 成功了 我们要提示啊 要做一个事 是把这个用户信息放到session是吧 把这个用户信息放入session 这是我们常见的一种解决方案 如果要是失败了呢 失败了 是不是就是啊 要返回 然后告诉用户你 你你 输错了是吧 或者是不对啊 放入session 放入session 是不是这个流程 哎 那么这是啊 放入session啊 放到session了 这是啊 成功了是吧 这是成功 这边是啊 教验失败 哎 就是这流程是吧 哎 那么这是啊 我们比较正常的流程 好 如果现在我已经登录成功了 我在现在要访问 这是用户登录了是吧 假如我要访问用户订单 你要查订单 是不是要求用户 需要用户信息 对吧 我要查谁 我能再知道啊 所以我就这时候 我就需要你登录了 对吧 那么这时候我要访问订单系统 访问订单系统 那么访问订单系统 首先我们要判断一下 是不是啊 是不是需要做判断 你先判断一下 用户是不是登录了 那么这个判断就是啊 判断用户是否登录 用户是否登录 那么如果没登录呢 没有登录就要跳转到用户登录界面 是不是跳转到这边 让他去登录 是吧 如果要是登录了呢 用户登录 没登录是吧 未登录 未登录走这个流程 如果已经登录呢 就直接 显示这个订单系统了吧 订单 订单页面吧 订单列表 好 现在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是已登录状态是吧 已登录 这个是不是我们正常流程 哎 如果是登录的时候 然后先是走这个流程 如果要访问定单系统 先判断一下用户是不是登录 那么判断用户是否登录 应该从哪判断 应该去30分钟取 是不是啊 到30分钟取一下 取一下 然后这个里面判断你是不是登录了 如果30分钟有几个用户信息 说明你已经登录了是吧 哎 这是我们正常的流程 这个流程没问题吧 哎 没问题是吧 哎 这是我们之前一直这么做的 包括我们最传统的外部项目 是不是都是这么做的 哎 所有外部项目 基本上登录啊 都是呃 之前我们做的所有项目是吧 全部都是这种形式的啊 啊 这种问题也没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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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式呢 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那么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把这个问题呢 我们拿到我们现在这个项目里面啊 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做了一个网站 是吧 呃 做了一个电商网站 这个电商网站 你还是按照这种流程来实现的 是不是也没问题啊 我们现在就一个系统是吧 哎 一个电商网站 那么一个外部项目啊 那么就这种也行 那好了 现在我这个用户量是不是越来越大了 那我看一下 这是啊 并发量高的情况 并发量高的情况 这个环境 那好了 这是我们传统的登录 那现在我们把它换了一个环境 把它放到这个并发量比较高了 并发量高了 我们现在 我们之前这个登录环境 应该是什么情况 应该是不是只有一个 只有一套代码 只有一个TOMCAD 是吧 哎 那好了 现在并发量变高了 你这个 比如说现在能达到2000的并发 你一个TOMCAD能受得了吗 是不是不行了 哎 一个TOMCAD不行了 那么你这个 得解决啊 咋解决啊 哎 哎我们就需要做集群了 是吧 哎 那么并发量提高了 这时候 比如说是啊 呃 2000到3000吧 到3000的并发 那么 这时候 那么我们这时候就需要 一个TOMCAD 是不能够满足我们的业务需求了 是吧 满足这个业务需求 那么这时候需要怎么样 需要做TOMCAD的集群 是吧 做集群 好 那么做集群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集群是怎么做的 呃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我只要再买几台服务器 是不是就行了 每个头 每个服务器上装上一个TOMCAD 现在好了 我又装了 买了几个服务器 代码需要改吗 不需要改代码是吧 哎 只要我部署多几个 呃 这是一个 呃 TOMCAD吧 1 TOMCAD2 TOMCAD3 哎 那么这里边我们部署同一套代码 这个webapp是吧 webapp 啊 好 现在我把这同一套代码部署了三份 没问题吧 然后我们前面是不是有一个 所谓一个叫 N整个字是吧 哎 反向代理 反向代理服务器 不管是不一定非得是N整个字是吧 哎 反向代理服务器啊 我当然我们 呃 最常用的就是按针梗子是吧 哎 按针梗子啊 那么这个反向代理服务器 现在用户请求来了 他请求谁 是不是反向代理服务器啊 哎 这是用户请求是吧 用户请求的是啊 请求先是到达反向代理服务器 然后反向代理服务器 他的作用就是啊 分发转发请求是吧 哎 把这个请求分发到不同的服务器上 是吧 哎 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请求转发啊 现在我们这里面 好 那么现在我们考虑一个问题 我假如说我现在是不是要登录 啊 我要登录 这时候我登录成功了 啊 比如说他们开的一个给我提供的服务 我登录了 这时候我要把这个用户信息放到哪 碰到session中 是不是啊 碰到session中 他们开的是1 是不是有session 哎 我就放到他们开的1里面了 这个session session 这是啊 U421 哎 我已经登录了是吧 那登录完了之后 现在我再次刷新的时候 哎 我要刷新 是不是这时候他们开的2给我提供服务了 这时候他要干什么 他要去判断 这个用户是不是登录了 是不是 他要到session session去取 那么这时候 这个webAPP 他这个session中 有用户吗 没有 是不是空啊 哎 没有用户 哎 这时候 哎 他就看到你是不是没登录 没登录 他是不是又跳转到登录 走我们这个流程了 没有登录 然后这时候是不是要到 又跳到登录界面了 哎 这时候用户就奇怪了 哎 我刚才不登录了吗 但是这时候有可能会有一个错觉 是吧 哎 我刚才是不是没登录成功了 是吧 又让我又让我登录 哎 这时候他就又登录一遍 是吧 登录完了这时候 哎 提示 但登录成功了 这时候他又访问这个订单列表了 他又刷新了一下 这时候他们开的1 是不是他们开的3个的提供服务吧 哎 他们开的3一判断 哎 你又没登录是吧 然后又跳成登录界面了吧 然后这时候就疯了 是吧 啥情况 你还让我让我玩了 是不是他就这时候才会认为你这个系统有毛病 哎 这有什么问题啊 是不是每一个汉门卡的都有自己独立的赛神 哎 这时候你在 在登录的时候 他都会把他把这个用户信息放到自己的赛神里面 在这种局情环境中 这个赛神 现在是不是不能共享 哎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 哎 那么这时候可以有解决方案啊 塞神共享的问题 哎 有两种解决方案 一种是 Tomcat是可以做集群的 Tomcat之间可以做一个集群 可以做塞神复制 知道吧 哎 可以是Tomcat做集群 哎 那么可以做配置 塞神复制 那么这个时候 Tomcat一旦你在这里面 你配完集群之后 Tomcat一你登录完了之后 他是不是要向这两个Tomcat广播自己的赛神信息啊 哎 他就广播了 然后这里面发现啊 他这边有 他这边没有 就把这个赛神呢 把这个信息放到自己的这个赛神里面 哎 这时候你只要在这登录 这里面是不是就有了 哎 每个都有了 这时候不管是哪个给他提供服务 是不是都能取到 哎 这个是一种解决方案啊 是赛神复制 但是注意啊 这个里面 Tomcat做赛神复制的时候是广播 是把我 是把自己的赛神 向其他的这个 每一个Tomcat的都把自己的赛神 向其他服务器进行广播啊 是把自己的赛神 全部内容进行广播 这时候 假如说你想一想 如果你这个Tomcat的机群中 服务 服务器数量变得特别 比如说有特别多 有100台Tomcat的 会有什么情况 每一个Tomcat的都向其他99个Tomcat的进行广播 是吧 广播自己的内容 那么另外99个都会向另外99个其他那个进行广播 是吧 哎 这个时候 内网中他在干什么 大家不干别干别的了 是吧 大家都在广播啊 哎 这个时候就会导致他的服务性能下降 是吧 如果集群中哎 这个节点中 节点 节点变得变得多的情况下 呃 节点很多 那么会造成大会造成形成网络风暴 是吧 哎 会呃 形成网络风暴 啊 这个内网里面就别干别的了 是吧 劈里啪啪啪进广播了 是吧 你给我广播 我给你广播是吧 哎 其实可能里面也没什么 没什么新的内容 但是你你得不停的广播啊 是吧 那那他得不停广播 哎 这里面 呃 如果做tomcat的集群啊 一般的说 这个节点数目不要超过五个 是吧 呃 所以一般推荐的 推荐这个节点数量 呃 不要呃 超过五个 哎 那么这时候 呃 不超过五个节点 这个你做做做做集群呢 他这个性能还是比较高的 如果你一旦超过五个 这个服务的能力不升反降 哎 就是这么一个曲线是吧 一个抛物线形式的 当他到达一定节点数量的时候 他到达峰值了 你再往里面加节点 他这个服务性能就会下降 哎 不是 而不是提高 所以这里面节点数量不能太多啊 这知道吧 哎 那么你这种当然是一种解决方案 这种好处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不用改代码 哎 代码就是原来那条代码是可以继续运行 是吧 只是做一个集群是不是就行了 好 那么这时候问题又来了 你现在你不能超过五个 随着我业务量变得越来越多 五个tomcast集群是不是也不能满足我这要求了 那么这时候怎么解决啊 哎 你就可以 你就得解决 你想了 那么现在这个代码是不是不能不动了 哎 我们得动了 是吧 我们得把这个代码进行拆分 是吧 哎 拆分成各个独立的子工程 就形成了我们这个分布式这个环境了 是吧 哎 那么可以 第二种解决方法就是 呃 分布式架构 把这个 把这个 工程呢 按照功能模块 把它拆分成子系统 是吧 拆分成多个子系统 这个多个子系统这种形式 是不是就是我们现在淘汰商城这种架构 哎 是吧 哎 就像这种形式了 那么这种架构还有问题 那么他这个session可怎么共享呢 哎 那么这是分布式环境 分布式架构 哎 分布式架构 这个里面 哎 我们又怎么解决呢 哎 我们既然是拆分 那就拆吧 是吧 那你就别别客气了 是吧 你能你那个什么展呃 什么用户啊 订单是一个系统啊 展示商品详情是一个系统 然后什么搜索是一个系统 那我就拆呗是吧 啊 我我登录是不是也可以做成一个系统 哎 那么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还是这个啊 呃 那么这时候咱们就可以这么干了 是吧 呃 这个是啊 呃 比如说 呃 商品展示系统是吧 是 商品展示系统这里面是不是可以有多个tomcat的 哎 这是我们这个商品系统啊 商品系统啊 然后商品系统完了 还有什么呃 订单系统是吧 哎 哎 哎 先来一个 商品系统呃 订单系统 订单系统 还有就是啊 搜索系统 哎 搜索系统 搜索系统哎 这里面每个系统是不是都都可以做集群 哎 都可以做集群 然后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系统了 那么现在我们要考虑一个系统考虑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用户要登录的时候在这些系统之间跳转的时候应该是无障碍的 是不是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 哎 我们就可以这么办 单独把这个用户登录这个单点登录系统收 搜索系统不掉用户系统吧 用户系统用户系统这是就是用户的后台是吧 管理自己的用户名管理自己的密码是吧等等这些东西 哎 那么还有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单点登录系统 单点登录系统这时候 你既然拆分了我们是不是按照功能模块进行拆分 单点登录系统这里面也需要可以有多个TOMCAD是吧 不一定是一个啊 TOMCAD是集群 那好了 那么这里面 前边就有一个反向代理是吧 反向代理 服务器 这时候热闹了是吧 这个结构变复杂多了 用户请求来了之后 那么这时候反向代理服务器 就开始把这个请求进行分发是吧 给他 然后给再给他这个里面是吧 这时候就涉及到反向代理和负载巨头 是吧 这些东西啊 他就开始来进行这个请求的转发 转发给这里面啊 这里面我们要做登录的时候 注意每个系统这个这些系统里面就不包含登录功能了 是吧 不包含登录功能 但是如果有的是他要呃 那么这个登录功能 我们已经把它抽取出来了 是不是形成一个独立的子系统 就在这吧 是吧 哎 他变成一个独立的子系统了 叫单点登录系统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登录的时候 就是完全在这个系统进行登录 那么在这个系统进行登录 还是走到刚才这个流程 我们要登录 是不是要进行验证 这块是单点登录系统来实验吧 交验运货明明 但是有一个问题 你把这个运货信息放到哪 是不是啊 原来我们之前是放到赛神里边 是不是啊 现在我们是不是没有赛神了 对吧 现在这时候 大家用的都是 都是不同的赛神 是吧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 你还放在赛神里边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模拟一个赛神 怎么办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信息放到我们这个 你就放到Redis里面 是吧 使用Redis模拟赛神可以吧 使用Redis来模拟赛神 赛神有什么特征 赛神不就是QValue形式的 是吧 Redis是不是也是QValue形式的 赛神里面是不是有过期时间 Redis是不是也有过期时间 这些特征是不是都差不多 那么好 我们就把这个 这时候你就不要 一旦用户登陆成功了之后 你就不要把信息再放到这个 赛神里面了 是吧 你把它放到Redis里面行不行 行 可以是吧 我们把这个信息放到这个赛神里面 放到Redis里面 就模拟一个赛神 好 那么这里面 并且我们设置一个过期时间 是不是可以啊 那么好了 这时候我们要访问订单系统 用户访问订单系统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到 正常应当的赛神里面去查 我们是不是这时候 因为他没有赛神嘛 你就应该是查询 调用这个单点登陆系统 他发布的服务 对吧 我要查 这个用户是不是已经登陆了 是不是查一下 查一下 如果单点登陆系统告诉你 他已经登陆了 你是不是就认为 他已经登陆了 这时候我们这个 不管当前我们系统中 有多少个子系统 子系统中 有多少个tomcat 是不是都可以进行判断 调用是不是都调用同一个介绍 对不对 那么最终的赛神 是不是只有一份 是在resis里面 这能力量吗 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 这个系统 就是单点登陆系统 是不是就实现了 只要你在单点登陆系统 这里面登陆了 你在其他系统中调用 在跳转的时候 是不是我都可以进行调用这个单点登陆系统的服务 来判断这个当前用户是不是登陆了 这能理解吧 好 这就是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单点登陆系统 他的这个流程 单点登陆系统处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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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是不是比刚才那个复杂多了 复杂多了 但是我们这时候 有一个单点登陆系统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 这是原来刚才我画的那个是吧 跟那个差不多 是用户登陆 有一个登陆界面 然后接受用户密码 查询判断 然后把这个放到30里面 查询订单的时候 到30钟去取 如果没登陆 是不是跳转的登陆页面 再走这个流程是吧 那么好了 那么这里边我们看一下这个单点登陆系统 这个处理流程 这个流程 我把它弄大一点是吧 这比刚才那个要复杂一些 是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多个子系统 这是SSO 单点登陆系统 是吧 那么你单点登陆系统里边 它包含登陆页面吗 其实它登陆页面 不也是这个单点登陆系统中一个功能吗 是吧 它是可以包含的 是吧 单点登陆系统 那么这里边 用户要进行登陆的时候 要 这时候是不是要跳转的登陆页面 这个登陆页面 是不是应该由单点登陆系统来提供 它提供一个登陆页面 然后在这个登陆页面中 它来接收用户名和密码 没有问题吧 然后进行教验 判断用户名密码成功 是不是正确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查数据库 对吧 查数据库进行教验 一旦我教验成功了 成功了 看它会生成一个token 那么生成token是干什么用的呢 就比如说我现在 这些系统 这些系统 比如说定单系统 要判断这个用户是不是登陆 我根据什么来判断 我现在 你说用户ID是唯一的 但是我知道你的ID是啥了 是不是不知道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 这时候怎么判断 你总得有一个唯一标识 session中是不是有一个sessionID 是吧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得有一个 类似于sessionID这个东西 那么好了 我们现在就得生成一个token 这个token就是一个 类似于sessionID的东西 我得生成一个token 然后生成完token之后 这个用 把这个用户信息保存到redis里面去 看一下这是redis是吧 保存到redis里面 它的key是不是就应该是token 对吧 key是token 然后value呢 就是用户信息吧 value就是用户信息 然后保存到redis里面 然后返回登陆成功 然后注意 那么这个token 我怎么告诉当前这个系统呢 你得写到客户端吧 你想想 你是不是 你得写到客户端 客户端 我得知道你 你是什么身份 但是我不知道你的ID是什么 但是我得知道你的身份 这个就类似于sessionID吧 那么这时候应该写到哪 是不是应该写到cookie里面 是吧 写到cookie 写到cookie里面 这时候在不同的系统中 进行系统跳转了 他这时候就可以到cookie中 去取这个用户信息 取这个token 是吧 然后拿到这个token呢 你再去 你一会再看那个流程 是吧 写入cookie 然后返回登陆成功 这是不是登陆成功了 这是登陆这个过程 那好了 下面还有一个查询订单的过程 我现在跳转到订单页面 要查询订单 查询订单 这个时候 这个订单系统 是不是要判断用户 是不是登陆了 判断用户登陆 是不是登陆 那怎么判断 我现在不知道你的身份 那么我就要到cookie中 去取一下 看看你有没有token 是不是 如果我一取 取到了 你有token 是吧 那有token 那这时候 我是不是就可以调用 单点登陆系统的服务 调用单点登陆系统的服务 来根据这个token 来查一下用户 这个token的用户 用这个token的用户 是不是已经登陆了 对不对 那么这时候 我去查这个token 那么到redis里面去查一下 那么也有可能会查不到 对不对 如果查到了 说明它已经登陆成功了 然后就直接显示这个订单页面了 如果查到了之后 发现这个token 是不是有可能会过期 你放在这时间 好长时间 你不动 那么在redis里面 它是不是有过期时间 它已经过期了 你拿着这个 虽然有token 但是你去查 这个token 30已经过期了 这时候要干什么 是不是要跳着登陆一面 要跳着让你再次登陆 回来了 是吧 要走这个流程 再继续登陆 登陆 然后再生成一个token 然后再把它写到redis里面去 这时候给你换一个token 你是不是已经你变成新的身份了 你已经登陆了 是吧 这时候登陆完了之后 会跳转到有一个回调 是吧 会判断一下 你是不是又回调 如果你当前是有一个回调的UR 那么这时候你登陆成功了之后 只有直接跳转的 你要反过那个月面 是不是就可以了 听明白了吗 是这样 你如果不用cookie 我们还能写成功吗 你禁掉cookie 是吧 他刚才说 如果把cookie禁掉了 你禁掉cookie了 他这个cookie 应该还得往UR 口端去传 是不是 你禁了cookie 他会在UR中生成一个 生成一对后缀 见过吗 是吧 就像类似于 三神ID 是不是 三神ID 如果你禁cookie了 三神ID 是不是会跟到UR后面 注意过那个问题吗 没有 一般的浏览器不会进cookie的 是吧 一般的不会 但是如果你试试 如果你把cookie禁了 那个三神ID会出现在UR中 那么我们 也就是说 其实 不管怎么办 我们得保证 这个客户端 得有这个三神 是不是 得有这个token才行 这才是你 类似于你的身份 是吧 我要判断你身份 就根据这个token来判断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处理流程 是不是比较复杂 今天我们要做的事 就是这个 这个单点动力系统 这个处理过程 明白了吧 好啊